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两者产生微妙交互作用 清炖鸭肉配上冬粉 吸饱满满汤汁 清爽鲜甜 喜欢重口味的当归汤头别错过 温醇又能回甘 全来自老板娘的都门秘方 鸭头鸭角富含胶质是当归汤头重要主角 最佳绿叶 甘草桂皮熟地 总共超过10种中药材一同熬煮 温和又滋补 为了能随时调整汤头浓淡 老板娘更备工地分两锅煮 熬了两天的汤头浓郁 当天现煮的新鲜清甜 两者混合不具魅力 汤就是很纯重要去熬的 也没有加什么其他不好的东西 鸭肉的肉质 它也都是现做的 它不会是放隔天的 所以我会吃上瘾的 老头级的客人还会沾上老板娘特条 微微呛辣不死咸 更能带出鸭肉特殊风味 姜丝大蒜高速搅打 混进番茄酱油膏 经过老板娘细心搅动 过程简单 却暗藏老板娘的用心与细心 因为它们本身都已经有甜了 所以基本上我就都不加任何糖或是其他的料 就是直接这样子打 对 它比较新鲜 打酱备料通通自己搞定 十年光阴造就老板娘林佳玲 能够一个人处理大小电物 那熟人的住着小吃的一双手 原本竟是拿着画笔 替人打造完美空间的设计师 做生意设计做十几年 那个时候也是想说 刚好在做手绘跟电脑绘 他们在转换的时候 那我也可能比较不认真吧 所以我想说我就来试试看做这个 在传统与科技时代 爱心就交地的洪流中 林佳玲选择勇敢转业 从不懂吃 不懂做 一点一点慢慢学 慢慢改 以料理锐炼出新鲜 人生滋味